今天特别外出 因为我要把我这台KRV 送去给那个Galron 他最近要用我的车 所以我就把这台车骑过来 简单讲啦 Galron正在开发一些好玩的东西 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顺便来看一下 他的VJR改的怎样 我的G563刚都还没有动 他都已经开始动了 反正我们快到了 他的公司就在隔壁 好我们就赶快把我的车拿过去给他 给人家给人 再稍等我一下 老板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 有没有看我KRV在旁边 因为老板最近在偷偷研发东西 好那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现在 我的脚这边有一台引擎 老板已经把VJR都租起来了 各位要期待一下他的影片 你有换期管耶 有啊 你加大期管喔 准备很快 这可以讲吗 因为你有那个呢 因为这一次老实讲 嗯 因为150的钢头 它其实有加大 125跟150钢头大小就不一样 所以它这个地方其实会干涉到 之前其实很早就已经买了 KRV上面是多少 KRV上面那个 32 就是原车VJR1226 差很多 大非常多 昨天还有人问我说那个什么 双油门线跟那个单油门线有什么参与 然后我就把你的那个什么 网址啊 你曾经有分享过 我直接就贴给他 双油门线的话 它其实为了对应韩代国家的那些需求 你趁在巡航的时候 冬天如果说它温度接近零度的话 里面的水汽 它就碰到这个节流发体 它其实会结冰 上面会结一层双 如果说你固定车数在巡航的话 开全油门的时候 油门放掉的时候 它其实灌不回来 非常危险的 所以它才会透过另外一个油门线 对啊 所以会有双油门线的设计就是说 OK 当你回油门的时候 用另外一个力量把它拉回来 有人说OK 双油门线什么手感比较好 拜托那不可能 哈哈哈哈 回扯一大多 对因为那个其实是跟你的弹簧力设计有关系 对关系的 反正我们在设计这个节流发体的时候 你这个弹簧的硬度啊 要用多少 那些都有特别去设计过 叫我开一集来讲 我说不用啊 GAL就已经讲过 然后今天特别来 GAL又再讲一次 然后讲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用在一些比较大排气量的车子上面 这一颗的话 它其实是用在沙灘车 然后外面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保护盖 这里会有一个保护盖吗 对 它有一个塑胶盖 它整个是封起来 也是有一些特殊设计的原因 沙灘车啊 或甚至是一些林道车 你有穿越那种树林的需求 这是开放式的 有可能会被树枝夹到 他们都会特别设计这种壳 沙灘车的话 还更要做到要防水 如果说有那种潜水的那种需求 你这边的那种防水性要做得很好 避免说有一些水啊 泥沙跑进来 这种大排气量 它其实根本没有设计那种双油门线 你看它也是单油门线 都只有单油门线而已 而且到冬天老讲 你去看那欧洲骑摩车的 其实就非常的少 没那么冷的天气 大家还是开车啦 对 大家都还是开车 而且像这种摩车什么 那其实那种油门收放 那个其实都是蛮快的 你说你不会固定一个车速那种定点 定速在那边巡航那种机会比较少 所以在摩车上面的话 拿来讲这种双油门线的设计 其实越来越少 而且甚至说 为了对应这种I型的问题 那些街头发体上面 其实都有一些特殊的设计 因为有时候我都觉得说 像以前G6它是双油门线 然后其实我在改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说 我那个温油门线超难换的 我真的超痛苦的 我都已经想说 如果我的话 我自己一定把它换成单油门线 因为你了解以后 我真的会觉得说 其实台湾真的有必要到双油门线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为什么一大堆车厂都要去做 这个有时候真的是 我要讲说 开发车子 有时候是RD那些 全部他们都要天马行空都可以 可是到了要验收Q那些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很多东西就是怎样 一直被删掉 一直被灭 一直被改 一直被怎样 我们不用讲 我们在科技业以前 我们在天马行空 在想一些东西的时候 很好很好 可是marking的部分 你还会觉得说 这是偷裤子放屁啊 很早以前 其实有很多网友就问我说 OK 为什么你的电脑不设计 什么功能 然后什么功能 这个也把它加进去 那个多好 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的话 那其实在开发阶段 这些想法都OK 可是到最终 你要量产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很多东西那时候 它的效益是怎样 这个其实很多都要去思考 肝炎都可以放上去 我跟你讲 现在车子上面 我最喜欢那种 要是有那种配置那种巡弋飞弹啊 或者有什么 路上看到三宝 我就发射了 今天跟VIG借这台KRP的话 其实是要做一个功能 符合六七期的法规的话 诊断器的话 它都已经改成那种 符合OBD法规那种 通讯协定 我为什么会想要把这种 OBD诊断的功能把它摆上 也是因为之前 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 有一个 那一个是一个店家老板 然后他已经70岁了 快70岁了 然后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他就是那种传统车行 比如说一路上来的 他就对喷射这种东西的话 也算有点无奈 因为以前都是摸化油器 然后现在转到 噴射这个时代的话 你要叫一个说 我快70岁了 去操作那种很复杂的诊断器 他会觉得很 对那种是 那种是 然后这个老板就跟我讲说 那有一天看到 我的影片之后 他就非常的压抑 可以透过手机 非常简便 就可以知道说 这台车子它引擎的状况是怎么样 比如说今天有故障灯亮了 他其实也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说 什么东西有可能有问题 你要去查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之前的这个APP的话 其实大概只有对应西门电脑 金冰啊 YAMAHA 甚至说最近出来的OBD的话 我们是没有特别去对应 因为老实讲 我们公司其实是做全取代电 整段的功能 老实讲 老板是附加价值给大家的 因为老实讲 做那个功能 其实是不赚钱的 其实我们只是服务我们的车友 可是为了这个老板 我听到他的新生老想 那个我觉得说 OK 我们应该做点事情 来帮助这个老板 所以第一阶段的话 我们会先开发OBD的功能 等于说 你车子要符合六期七期 以后出来的这种车子 你用我们的APP 然后加上一个新的蓝牙 这样的话我想对老板他未来在整修上面 至少可以说OK 因为他 我非常的感动 年纪这么大了 还愿意那种 等于说去学习这样的东西 因为很多年轻的济世 现在要他学不学欸 对啊 我觉得是 真的啦 不要 你要去想 你要去学还不学 然后还在那边闲东闲西 我们今天不是我要火力全开 因为最近我被炮的很长 真的啊 那个快七十岁的老师傅 还想要选 老板还要忙欸 搞不好他要去截取 截取东西 他最近在干什么 然后 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呢我们这边 最近也在玩什么 各位就期待一下 老板的频道已经快要 破万了 订阅一下 订起来啊 对啊 好像会有好看的东西喔 好就这样子 各位拜拜 拜拜 我曾经在一部影片提过 人生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听完老板续说的故事 这年头可以遇到相同想法的人 我真的很开心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收看 也感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们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